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战国策》中的经典名篇也被收入其中 零一亲贤臣 远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 远贤臣 此后汉所以兴颓也 前出诗表诸葛亮义文 亲近贤臣 书远小人 这是汉代前期之所以兴隆昌盛的原因 亲近小人 书远贤臣 这是汉代后期之所以轻负衰败的原因 背景这是三国时期 蜀汉丞相诸葛亮 在北伐中原之前 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 阐述了北伐的必要性 以及对后主刘禅治国际语的期望 言辞恳切 写出了诸葛亮的一篇事成之心 灵二简能而认之 柴善而同之 则智者尽其谋 勇者结习力 忍者不及会 信者笑其中 见太宗诗诗书未止 以文 选拔有才能的人任勇 选择一些正确的意见 并加以听取财纳 那么聪明的人就会尽献他们的智谋 勇敢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力量 仁爱的人就会广泛施予他们的恩惠 诚实的人就会贡献他们的忠心 背景 本文写于唐太宗真冠十一年 为征向太宗尚书 意在确见太宗居安思危 借舌以简 极其得意 零三谷之所谓豪杰之士者 必有过人之解 人形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贱辱 拔剑而起 挺身而斗 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 竹然临之而不惊 无顾家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 而其之甚远也 刘侯论苏氏一文古代所说的豪杰之人 一定具有超过常人的解操 还有一般人在感情上所无法忍受的度量 一般人被侮辱 一定会把起见 挺身上前搏斗 这不足以被称为一个勇敢的人 天下真正有很大勇气的人 遇到突发的事情能够毫不惊慌 对无故家在 自己身上的侮辱也不愤怒 这是因为他们的胸怀有大 志向也非常高远 背景 本文是在宋仁宗家幼六年公元1061年 作者苏氏维达玉士册 而写的一篇策略文 文中重点分析了张良能够含蓄忍耐的原因 以及这种能够忍耐的品质 在秦朝末年群雄相互争斗中的重要作用 惨发了人小愤儿就大谋的观点 零四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幽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幽其君 岳阳楼记范仲淹一文古代的人者 不会因为外物的好坏而喜悦或忧伤 也不因为个人的得失而或喜或悲 他们身居朝廷为官 就替百姓们担忧 身居朝堂之外的民间 就又担心君王 背景 本文是范仲淹英好友巴陵运太守藤子经之请 为众修岳阳楼所写 文中描述了岳阳楼枕山淡湖 烟波浩渺 湖山辉映的壮美景色 借此抒发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宏大报复 零五夫仪已尽 则有者重 显已远 则智者少 而是知其位 规怪 非常之官 常在于闲远 而人之所喊智焉 故非有智者不能智也 有智已 不随已智也 然力不足者 亦不能智也 有智与力 而又不随已待 至于忧二昏惑而无物以相知 亦不能智也 由包缠山及王安 是一文道路平坦 而且距离又近的地方 那么前来游览的人变多 道路艰险 而且又偏远的地方 前来游览的人变少 但是世上奇妙 雄伪 壮丽 奇特和非同寻常的景观 常常在那贤祖僻缘 而又少有人智的地方 所以没有意志的人 是不能到达的 有了智气 也不忙从别人而停止 但是体力不足的 也不能到达 有了智气与体力 又不忙从别人有所泄叹 但到了那幽深昏暗 令人迷乱的地方 如果没有必要的物件来辅助 也不能到达 背景本文是王安石 在辞职回家的图中游览 了包缠山 并以追忆的形式 写下的一篇游记 论述了只有坚强的意志 充足的体力 和外物的辅助作用 三者相互配合 才能取得成功的道理 零六老当义壮 宁以白手之心 穷且义坚 不坠青云之志 藤芒歌续王博一文 年老了更应当有壮志 哪能在白发苍苍时 还改变自己的心智 处境艰难反而更加坚强 不放弃远大崇高的志向 背景 本文扑续了 藤芒歌一带的地势和景色 描写了在此聚集宴会的盛况 抒发了作者无路请因的感慨 灵溪世故弟子不必不如诗 诗不必贤于弟子 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如诗而已 诗说 作者 韩玉一文 因此 弟子不一定不如老诗 老诗也不一定都比弟子强 听闻道理 有先有后 学问和记忆上各有各的主攻方向 如此而已 背景这篇文章 是针对门帝观念 影响下此学于诗的坏风气息的 韩玉反对 这种错误的观念 从从诗与不从诗 为子女柴诗与自己始于从诗 士大夫与巫医 乐诗 百公之人 从诗这三个方面的对比中 阐述了老诗的作用及从诗的重要性 提出道为诗 道在即诗在 本文文章及图片来源网络 版权规原作者所有如设版权问题 请通知 我们以便及时修改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